郑凯火锅店被爆抄袭,这究竟是谁的锅? 据后堂老火锅微博官微晒出对比图并点名郑凯工作室和郑凯以及郑凯的官方粉丝团 说请尊重原创,拒绝抄袭 相信做出后堂老火锅团队肯定付出了很多 却被轻易模仿,郑凯先生作为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 应该一起维护原创、维护版权的社会榜样 而不是成为侵权、抄袭的带头人 有人表示作为餐饮行业的服务者,也是设计行业从业者 凭心而论,这整套视觉看下来已经完全超过了借鉴的范围 过高的相似度且过多方面的相似度极高 作为原创团体说是被抄袭,完全不过分 那当抄袭者开始大放异彩的时候 请问原创是何处境? 也有人表示郑凯或许不知情 只能说他们负责商业设计的团队也太拿来主意了 装饰用广告牌上的文字内容字体都不改的 一模一样,也有人觉得郑凯作为火锅店的负责人 肯定对这些事是知情的 并且晒出了刚开业时真的发言